其實就是你這個傷了的位置 其實是跟其他的部分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其實可能你這裡傷了 他就會把那些力不知如何射射射 然後就搬去另外一處 那你另外一處就可能會勞損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或者你過分用了它 但是你不知道 其實是一些身體給自己的一些提醒 就是告訴你 你用的態度 但是有時候跳舞怎麼說呢 跳舞跳得久了 你會開始不理身體發出的警號 我會覺得 你會覺得正常是這樣痛的 然後捱過粥就可以了 那些朋友 然後就沒有理會 但是可能身體已經告訴你 這樣是不對的 或者這樣是會傷的 但是可能中國舞蹈 怎麼說好呢 我當時的中國舞的概念就是 你要去努力 去捱 去重複做一件事 這樣就會好 這樣 就是堅毅那種 但是就傷了 永遠都不會理會 會覺得好像很正常 但是 去到水潮老師那裡 我就覺得 原來 我已經 跳了這麼多年 沒有了 原來已經令到自己的身體 承受了這麼多 就是我一直都沒有想的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就會想 我跳到 就是我動到 我就要 在我有能力動的時候 就要不停地動 但是永遠都不會想 會不會停一下 休息一下 這樣 好 真的 很厲害 很豐富 好 好 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